针对今日凌晨发生总统府遭杀石车冲撞事件 台北市长郝龙斌下午出席建国花式活动后表示 早上5点左右集结到警察局回报 嫌犯已被制服而且是序域冲撞 不过目前嫌犯伤势严重还无法进行征讯 不过序域冲撞是事实 监视器也看到相关画面 嫌犯本身也有前科 来自台北苗栗南高等县市 共6位民进党籍县市议员参选人 在台大医师柯文哲陪同下分享参选理念 其中不乏还有曾经担任高雄市长陈菊 和台南市长赖清德的子弟兵 不过外界好奇参选人轻益色是民进党籍 柯文哲现身拉台是否有弦外之音 柯文哲回应如果有其他党籍的年轻人需要 他也会站台 即将过年价格长期批软的毛猪价格受到激励 批发价每公斤已逼近70元上涨5% 云林肉品市场副总李某人表示 相较于鸡鱼肉猪肉价格相对便宜 过年前每公斤批发价应可突破70元 瑞典第三十七届哥特堡国际影展 于当地时间1月24日至2月3日举行 既有来自80个国家共500部电影参展 台湾电影《施魂》并引展单位邀请将于引展期间放映 新台染在电视整理报道